标榜面包用天然酵母无化学添加物的胖达人烘焙面包店 在台湾是颇有名气 因为艺人小S老公徐亚军也是股东 但现在胖达人遭到香港网友的踢爆 面包里添加了人工香精 小S徐亚军老公投资这间胖达人面包店 全都是用天然酵母制作 开幕时风风光光人潮落意不绝 民众都是冲着面包散发的天然香气和酵母慕名而来 但现在却被一名香港网友质疑胖达人标榜天然酵母无添加人工香料 事后打电话向店员询问面包是否添加香精 店员告知没有加香精全是天然食材的味道 随后又改口说公司教他们说没有加香精其他不清楚 让这位爆料民众认定烘焙师终于承认添加香精 记者实际来到被民众踢爆的这间胖达人面包店 店家一开始看到镜头赶紧拉下铁门 随后又开放给媒体拍摄 天然酵母制作的 对 不行 店员三间其口不愿多谈 倒是民众一听到面包疑似加了香精 直呼太夸张 如果是真的话当然是就是被骗了感觉 真的有加当然会恐怖啊 民众吓到考虑不敢再吃了 事后面包店赶紧在官网发出声明稿强调 面包采用天然酵母发酵 不添加改良剂防腐剂 针对网友指控使用人工香精 胖达人坦诚是使用天然食材制造的香精 这都是合法允许的添加物 胖达人遭到民众爆料 面包添加人工香精 商与受到考验